如意传乾隆宠幸香妃被伤不敢出声,转身还命如意去当香妃说客,如意传很多嫔妃都已经陆续的下线了,就连金玉妍这样的公道能力报表的战斗者都要款了,不得不说这位燕婉真是厉害,借金玉妍最爱的狗富贵而除掉了金玉妍,还顺便除掉了如意的五公主,这位燕婉真的是开窍,但是有人下线就会有人上线,在这部剧中呼声最高的妃子,就是冷变美人寒相见了,作为韩部第一美人为部落的荣辱进攻。 即使有一个叛军班的未婚夫,他也发誓这一生都要忠诚于他,为了给韩琪报仇,趁着为皇帝献武那天,韩相见拿出匕首向皇帝赐去,但是在戒备CM的皇宫怎么可能得手吗?在大家都以为皇帝会处死韩相见的时候,太后为了维持部落和大清的和平共处,本来想向皇上建议将韩相见封为和格什么的,也就是皇帝女儿背的,但是话还没说完皇帝就直接说封为相飞,大家认为的大秘不道, 碰上了相飞的绝世美颜,在皇帝眼里那就是真性情,虽然被封为了相飞,但是韩相见一直不愿意试请,还一直请求皇帝放他回韩部,他想念家乡的巨马和自由的天空,但是什么都可以得到的皇帝在韩相见这里屡次碰壁,乾隆居然觉得从未有过这种新鲜感和战有欲,所以他强行的要宠信相飞,却不料被相飞的匕首划伤了,手臂,相飞本是无心之举, 后看见皇帝手受伤了居然要自杀,皇帝连忙的阻止,他怕相飞真的会自杀,于是就赶紧到如意寝宫,被相飞刺伤的事情还要求不要声张,如意无比的惊讶,但是接下来皇帝说的话更加让如意惊讶,皇帝表达自己对相飞的占有欲,说朕从来没有这样强烈的感觉去得到一个女人, 还要求如意去当说客,要她坐镇的女人,如意觉得很可笑,堂堂一国之军居然要求自己的妻子去炫一个小妾,难道他真的觉得如意的心不是肉体? 关键是皇帝居然说如果复朝皇后还在世,一定会为朕处理的妥善,如意更加觉得讽刺,他